來看一下目前的狀況 這是今天早上的地面天氣圖 台灣的話在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在台灣的西南方 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台灣的東南方 也有一個低氣壓正在發展 南邊是屬於一個 比較大的低壓帶 台灣在低壓帶的北側 所以盛行的是比較偏東風的部分 今天的話有一些雲系 從這些低壓帶裡面飄上來 所以導致今天水氣上是比較多的 不過在明天 一直到禮拜天 這一段時間的話 這個熱帶性低氣 會逐漸的往越南跟海南島方向移動 也就是正在遠離我們 所以從禮拜五的白天開始 一直到禮拜天 水氣上會減少 不過環境還是吹偏東風 所以東半部還是會有些局部 短暫陣雨的現象 西半部則是比較偏 典型夏季的天氣形態 而在下禮拜一之後的天氣的話 只要留意在菲律賓東方的 低氣壓發展的狀況 這個低氣壓目前結構不好 但是未來有持續發展的機會 而且路徑上大概在11號 下禮拜一的時候 會逐漸接近菲律賓東方的海面 甚至在12號到13號 會逐漸通過台灣附近 所以它的外圍的雲系 在下禮拜一開始 配合東北風的加強 就會對台灣的北部 東半部地區帶來比較明顯的降雨 而禮拜二 禮拜三 由於這個低氣壓是在台灣附近 所以北部東半部雨勢明顯 其他地方的話 天氣上也相當的不穩定 所以綜合上幫大家總結一下 在未來幾天天氣上面的變化 廉價期間的天氣的話 大概可以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的話 是8號 9號跟10號 也就是禮拜五 一直到禮拜天這一段時間 水氣上是比較偏少的 但是因為水平東方的關係 所以東半部包含恆春半島 基隆北海岸 還有大海北的山區 還是是時晴時雨的天氣 有時候會看見陽光 但有時候會有下雨的現象 沒有下雨的時候 天氣會比較悶熱 溫度會來到31度左右 西半部的話則幾乎是 典型夏季的天氣形態 近中午的時候 還是有35甚至36度的高溫出現 但是午後比較靠近山區的地方 會有一些零星的雷震雨 這樣子的天氣的話 預計到下禮拜一會有明顯的改變 因為低氣壓接近我們 而且東北風明顯的加強了 所以北部跟東半部在下禮拜一 雨時會變得比較明顯 甚至會有局部大雨發生 中南部的部分的話 雲量增加 但是天氣暫時還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不過在下禮拜一的這段時間 隨著低氣壓接近 沿海的風力會明顯的增強 浪也會有明顯加強的現象 而至於在外島的天氣的話 金門跟澎湖在這幾天 天氣上是比較穩定的 而馬祖在這幾天的天氣上 則是會有一些短暫震雨的現象 不過也是同樣要留意到 11號的時候風力 嚴寒風力會明顯的加強 這一點要請大家特別留意 而再次提醒12號 13號 將會是這個低氣壓 通過台灣附近的時間點 預計各地的天氣都相當不穩定 尤其北部東半部 這樣也會比較明顯 不過這個低氣壓影響台灣的程度 還是有帶於它路徑跟強度變化上 還有一些預告的不確定性 這部分的話要請大家 持續留意最新的氣象資訊 以上是今天下午的天氣說明